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按照原来的约定 这个星期六十月二十七号 中午的北京时间十二点到一点 我们来做一次直播互动 知道那时可能是感恩节假期 但是呢 不耽误事 咱们呢该说啥还说啥 好到时候见 读报的时间 首先呢就是纽约时报 有一个新的研究重启争议 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究竟是谁 上个星期四有一个科学家 在研究的早期新冠病例 在中国的公开记录后 发表一个报告 说世卫组织的一个调查 对大流行的时序研究 很有可能存在错误 新的分析表示 第一名已知的新冠病人 是武汉一家大型动物市场的商贩 而不是在该市场数公里之外 某地居住的一名会计 华南海鲜市场 这个消息呢就发表在 权威的科学杂志里头 那么尽管还不能解决这个争议 但是大流行是使于市场出售的 野生动物导致的溢出 还是病毒实验室的泄漏 或者有其他方式 到现在争论不休 但是呢这就一个加剧 地缘政治冲突的问题 到现在还无解 发表这个报告的科学家叫迈克 伍罗贝 那是亚利桑那州大学的 病毒研化追踪领域的权威 他对疫情时间线的梳理 依据的是医学期刊中 已有的公开资料 以及一家中国新闻媒体 对巨性是最早得到 记录的两名感染病患的 影片的反弹 那就讲到特别是 锁定在这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那这个强烈的这个大流行 始于这个市场 那这里面呢就很多的成数了 很多的成数 这里面他对呢国际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研究报告的草出疏 他也是有一些批评的 那么现在只是做一种可能 但是他主要阅读了2025年 2020年的5月 武汉当地医生和卫生官员 撰起了一份早期病例研究报告 看到一个病例很像是陈先生 41岁 跟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 他得病的时间是12月16日 不是12月8日 这里面呢很详细 很详细 这个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新冠肺炎病毒 快要过两周岁生日 法广锁定的是什么 国际奥委会主席说 他跟彭帅视频通话了30分钟 他平安无事 希望尊重他的隐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货 那么他在跟中国女网名将彭帅 进行了30分钟的视频通话 那么主席说彭帅感谢奥委会关心他的健康 并指他现在平安无事 待在北京的家中 盼望外界尊重他的隐私 隐私也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这里面呢解释他平安无事 住在北京的家中 但要他的隐私 在此时此刻获得尊重 这也是他现在更喜欢跟朋友和家人共度时光的原因 不过他将继续参与他热爱的网球运动 那么参与这个对话的还有芬兰 这个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 中国前女子以求运动员李怜卫 也参加了这一次的视频通话 做人证 特货说 看到彭帅过得很好 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看起来很放松 我向他表达了我们的支持 并在他方便的时候随时保持联络 他显然很感激 巴赫的通话委呈邀请彭帅在明年一月 他抵达北京之后共进晚餐 他新人接受 双方同意特贺和李怜卫也将一起参与 这个特贺就是昏南前 兵球国手特贺 这个事情 那么彭帅 彭帅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了 因为一直没有声音 没有下落 国际还有好多的这个国际人权组织 国际这个人和国的有关官员 国际网球界 诸如此类一大堆的人表示关切 历代求王求后 都发生关切彭帅的人权案件 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下 中国官媒公布了一系列彭帅的最新照片和影片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也在昨天贴出了影片 说彭帅上午在北京出席青少年网球赛的决赛的开幕式 试图证明彭帅安好 彭帅 我们会有个视频节目来分析这个问题 BBC那有个专访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 他说因为这本书他的前期段伟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那这个老兄呢 他就讲了就取得了最大成果 官商勾结就如此类吧 这就不说了 BBC的中文演播室 他接受了全球第一个普通话的专访 独家披露了一些有关他前期段伟红的现状 红色轮盘中文版的信息 这个书到现在还没有余波未了 半岛电视台谈的是阿联酋 阿联酋的中国基地阿布扎比成了华盛顿的可疑的盟友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关于中国在阿联酋建设军事设施敲响的情绪 在华盛顿引起的对阿联酋盟友可信度 可操纵性和冒险能力 以及跟美国牢固关系的质疑 这个报告显示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开始访问海湾国家前几个小时 华盛顿成功阻止了中国在阿联酋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 那关注中国带来的这个挑战 不意味着离开这个地区 这里面在多个地区 美国在多个地区的承诺 它维持了数万名的士兵 那中国是2017年以来 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数量有限 包括在吉布提的海军基地 这里面呢 属于印度洋非洲周边国家的行动提供便利 这些年来中国加强那个阿联酋的经济关系 中国也加 阿联酋加强跟中国公司华为的交往 美国国务院的前官员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师 威廉劳伦斯 这关于中国的阿联酋建设军事基地的说法大多属实 但是呢 阿联酋来讲呢 它是处于对美国的愤怒的恐惧而暂停此举 另外还有一位安全专家说 建设基地的消息没有让他感到意外 因为中国正在海湾地区寻求军事和商业的影响力 并在进行利用美国特退和华盛顿 希望退出该地区造成尖真空 当然这不影响阿联酋购买F35的战斗机和先进无人机适宜的可能性 但是呢 由于这个事情出现 国会的反对程度会征集 阿布扎比跟华盛顿有着牢固的军事关系 包括销售大量先进武器训练计划 战略规划和联合演习 2014年以来 美国已经是阿联酋提供了281亿美元的武器 阿联酋是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国 双方还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 1990年 协议的条款现在是保密 华尔街日报谈到中国核武库不断的扩大 美国寻求开展军控的谈判 美国正在推动跟中国的核军控的谈判 长期以来 大家知道在核武器方面处于劣势的中国 已经迅速扩大了它的武器库 拥有更多的核弹头 可携带核弹头的武器 那这里面呢 就和习近平跟拜登也达成共识 围绕白宫安全顾问的沙利文 所谓的战略稳定问题寻求对话 这个双方可能通过二轨对话 国防分析人士学者等等 这看来呢 这个事情慢慢的走向正魁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世界新闻网 西方的冰岛战术 从越北京线两南 站到了立陶宛 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 从欧洲的首例踩到了北京的底线 北京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敏感 没有必须要审慎为之的两难 因为有台湾代表处一名 而不是台北办事处 国际上容易引起一中一台的疑虑 应该必须缓制立陶宛 如果出手太轻 无法渡前北京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 中国内部会有不满的声浪 但如果出手太重 比如直接宣布断交 有蓝宝贵族的骨牌效应 直接跟西方对立 造成北京外交难以承受之重 那这里面特别是呢 北京现在搞冬季奥运 现在变成负担了 很多事情要营造 友好国际环境的当务之急 掀起外交战显然会上策 现在战狼外交四处点火 跟欧洲国家在内很多国家关系紧张 美中关系还没有回稳 如何十度而有效反制 立陶宛并不容易 这里面谈到了西方 当年的91年瓦解苏联的外交战中 提出了英岛 首先承认了立陶宛的独立 苏联没有做出坚决的反应 接着呢 美国英国的鼓励之下 若干国家接连承认立陶宛的独立 只要美国宣布承认立陶宛 他担心这个冰岛战术 又获得成功 加拿大新闻网谈到了破空降传统 王小红要参与港澳事务 其实呢 他如果当上公安部部长 有干领什么广澳 什么事务 他就参与了 这意思是说 习近平在福州的旧部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王小红 19号升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有望升任公安部部长 统领全国300万公安 打破20年来 由地方诸侯空降公安部的传统 他同时也接任中央 港澳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 他今后可能要参与 领导港澳事务 这个整个成长过程 跟习近平密不可分 就不说了 当过了闽侯县的公安局局长 河洲市的公安局副局长 厦门公安局局长 荷兰省省副省长 公安厅厅长 北京是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 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委员 结果的常务副部长 现在明确是正部级 现在又接任公安部的特权局的局长 他很快就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了 人们注意到 潮氏局之后 90年代之后 再也没有内部提拔的公安部长 接任了贾春旺 周永康 孟建柱 过生坤 赵克志 都是文官出身 后四个人是省委租记直接空降 那么 王小红是20多年来 所谓警察出身内部提拔的公安部部长 改变地方诸侯掌握公安部的多年传统 公安部现在的任务很吃重 特别担忽了捍卫政治安全的重任 公安部 BBC呢 谈到台湾很长的用稿 台湾的政治泄民的分波 而移除蒋介石同向的争议 转型正义如何面对更多的挑战 就是民进党政府在2018年正式成立了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会 官方机构下的独立机构开启台湾转型正义的工程 工作包括赔偿过去危险时代的受害者和家属 恢复民意调查 理清历史真相追究加害者责任等庞大的工作 这个事情呢当然涉及了几点 一个呢 披露了县民的身份 还有公开档案以及移除蒋介石同向 有很多的争议 很多的讨论 当然呢 民进党有个立法院的黄国书 那就承认自己呢 当了宪明 那还有一个宪明 就包括了民进党首任的主席叫江鹏坚 那这里面呢 很多人的反对运动里面开始互相猜忌 互相猜忌 诸如此类 台湾转型正义涉及的总统挑战 包括宪明档案的真实性 这里面看法不一样 包括呢桃园这个蒋介石公园等等 引起很多忠议 当然也知道在白色恐怖期间 冤假错案是很多了 说台湾的转型正义还刚刚起步 这个事情呢 大家知道很复杂 80年代 台湾情治机构调查局利用县民对特定个人和群体性的监控 县民人数多达3万人 40%平均分布于各个行政村里 60%平均分配于社会结构各个层面 特别是大学校园教会 长老教会和其他组织 民进党内部有很多人发现 那几年都是被监控的对象 包括了范云 那这里面呢就讲到了 是整个这个转型正义过程的避免加害者跟加害者今天对立 那怎么样去脉络的复杂性 怎么样去看公开的档案资料 这个事情呢看来是很复杂一件事 台湾情治单位现在还是不是在布建政治宪明 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给予火认 他说若涉及的敌物队势力在台湾的控制的宣度 当局一定要查这事情没完 没完 在台湾内部来讲应该说有很多的争议 到目前为止呢 转型正义这个委员会已经撤销了 在台湾38年戒严时期的不法判决6000多件 就蔡英文向当事人和家属代表政府来怎么样呢 表示道歉 这也很有意思 验假错案 验假错案 德国之声呢谈到了封印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更丑还是更美 也就是说柏杨的遗孀张湘华 要禁止柏杨的输入和使用 证明了将冈某种程度的存在 2008年在台北去世的柏杨 今天是不是还是能不能从将冈中爬出来 还要跟将冈文化去战斗 由于张湘华拒绝台湾中医的有一个中医的学生 教科书使用来自丑陋的中国人的一篇文章 他表示如今当今的中国已经做到扶贫 有饭只是有厕所上 他认为这个书合约到了2024年建门后 叫废纸发行 这本来是个体面的拒绝 但这里面涉及到了对中国的看法 对台湾本土的看法 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摆证了大师大会问题 这事情看来也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但是会引起很多的争议 共同社那么谈到了日本外相说 日中外长会议中王毅邀请日本外长返华 这里面就是这样 现阶段一切都没决定 还要进行具体的协调 美国总统拜登提到 准备不向北京冬奥会派遣 美国政府高官实施外交抵制林芳正 这个名字是中国名字 他是日本的新任外长 他将从日本的立场进行考虑 好了我们谈谈几个观点 第一新外肺炎病毒快两周岁了 至今零号的病人究竟是谁 是动物还是人类 还是实验所的病毒意外流出 没有头绪 人类除了要面对新冠病毒的侵劳之外 围绕病毒疫苗 或者清零政策和以病毒共存 目前直到现在还是国际舆论争论 不断的聚焦点 我们当然不能够祝福新冠肺炎病毒 两周岁生日快乐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科学家 不管是什么国籍什么党派的 赶紧研制出彻底消灭病毒的毒药品来 我在香港憋了两年都快憋坏了 还憋出了一个老人到处说 这当然也不错 第二点 为了彭帅行踪不明的是 在国际网球界国际议论持续不断的关切压力之下 北京有关当局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被理解为危机公关的管控 但第一阶段显得有点漫不经心 随便应付了事 通过了CGTN的记者 发出了几张彭帅家徒 以及那一方电子邮线 然后到某个地方去吃饭 某个地方去参加活动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获得 适宜解惑的效果 这个事儿 惊动了国际网球界 国人和国人权组织的专员 甚至国际奥委会 所以我说第一局没打好 甚至被有力有心的人 引向杯葛北京冬奥会的疫情 这才引起更高层面的专注 国际邀委会主委 和彭帅的视频对话 虽然证明彭帅的现状安全 但仍然会被持续抓住炒作 所以在渔情上 北京是被动 给国际的舆论提供了这一类炒作 所有的东西 几乎是北京大外宣部门的功德善举 胡锡进的插一杠子是败笔 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侧重点是 彭帅露面只能证明 彭帅说的基本是事实 以此同时证明 他没有因为自爆 跟张高丽不伦之恋 而人身安全堪忧 但是彭帅的露面 却给那种错觉 这么整 好像是有关当局 要给毫无花言机会的张高丽同志 挖另外一个大坑 现状变成是张高丽同志 堪忧的问题了 我的意思是 有关当局是不是让张高丽同志 适当的时候也露露脸 第三 周恩来生前说过 台湾问题久拖不绝对我不利 所以呢 不要轻视立陶宛的步步进逼 只是联想到90年代初 冰岛效应是不够的 接下来立陶宛的效应 是不是会持续扩大 这个被胡锡进看成是彼此一样大的国家 别忘了 他们在联合国是有一席之地 国与国大小平顶在外交呈现新的孤立的现实情况之下 外交官或大外宣的出言不逊 胜吃凌人 势必能引起公愤 加上一些刻意的闪风电火 形势对北京会造成不必要 但显然即将出现的困扰 两难的选择是我们北京的处理 立陶宛问题上只是外交降格是不够的 外交的互动需要智慧 即便目前没有智慧 也需要聪明 或者最起码最基本的智商应对 第四点 博扬了丑陋的中国人被宣布不再发行 理由是如今当中国已经坐了 扶贫有饭吃有厕所上 但是未亡人张相 那说话事物也不足为惧 将冈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 扶贫有饭吃有厕所上 不等于文明程度已经有明显的进步和改善 中国人丑陋的一面能需要随时警惕 提醒告诫解禁 并向全过程的文明素质提升 持续不断的努力 这本书我个人认为还应该鼓励出版 一直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全面复兴 现代文明得到了大面积普通提升 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发生内心的尊重 那个时候在考虑 是不是要停止发行的问题 现在还早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